8月31日 佟丽娅身着墨绿色脸身短裤 现身机场 炫眉腿 推朝着面露铁笑 心情超好 见镜头笔杯 大方人拍 超nice 8月上旬佟丽娅生日 陈思成曾发微博 为佟丽娅庆生 并深情表白 My love 但并未得到妻子佟丽娅的任何回应 如此深情表白 是陈思成出轨丑闻后 首次对佟丽娅甜蜜心爱 当时此事让两人恋情 再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日前佟丽娅也发布了一条 关于琪琪的微博进行表白 她在微博写道 你们家伙大于三千万 感恩亚密一路陪伴 让我们继续同行 继续相爱 爱你们 摸摸哒 并晒出四张自己的卧床美照 照片中佟丽娅身穿粉色露肩毛衣 头发扎起 十分清爽 十二趴在床上嘟嘴卖萌 十二躺在床上露出甜相 美丽都人 其中有一张照片 为佟丽娅趴在床上露出半边脸的照 似乎有点撞脸底底着巴 在周明星纷纷秀恩爱的日子里 佟丽娅表白的对象 却不是老公陈思诚 而是一直陪伴鸭鸭的粉丝 对此网友纷纷关心佟丽娅感情状态 评论道 都已经大半年了 两人还没和好吗 希望鸭鸭幸福